我第一次見面 其實就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因為畢竟我那時候已經 二十九 快要三十歲了 也看過很多事情 可是我一看到他我就覺得 我覺得好像有一種似乘相識的感覺 就是 好像認識了很久很久 我覺得就是他 我沒有想到結婚 但是你會覺得跟他相處是一個很安心 很不用花心思想我要講什麼 之類的 那你是有聽說他一開始就想要追求你 但是你一直都是拒絕的 那個時候剛好進入一個人生的轉類點 就那時候我播新聞播了七年 然後我很想要 就是換一個環境我覺得已經 沒有什麼成長想要一些別的 新的東西再加上 從小最疼愛我的外公 那時候在生病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是想要一個人我想要讓自己 整個進空然後 進入這個三十歲這樣 所以他出現的時候雖然對我很好 可是我就覺得我現在不想要 有情感或情緒 我現在不想要去這樣子 我就拒絕他 時間不對 時間不對 那他有就這樣放棄了嗎 我其實拒絕的時候覺得滿可惜 我覺得他應該是個好對象吧 然後那時候他還說 過年 跨年的時候我們一起去日本 看那個東京的煙火 一開始我說好啊 但後來我決定要拒絕他 因為我不想占他便宜 我覺得我沒有要跟你交往 然後我答應你這代表就是什麼 我們就是一起嘛 然後別人看到也覺得這是一起 所以我不想占他便宜 他機票已經買好 我就說對不起請賣給別人 或把他退掉 結果他就一個人去了 那時候其實你們都還沒有交往嗎 還沒有 我們那時候已經交往一陣子 但是沒有再交往 就是我自己處於一個混亂狀態 剛好就在我外公過世的那個下午 他在榮總的樓下要接我 結果呢 因為突然過世不是要念經嗎 啪啪啪一連串十幾個小時 我都不能用手機 因為我就一直開始進入念經 然後去那個什麼 殯儀館的程序裡面 我沒碰過這種事 我從頭就是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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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十幾個小時 結束之後我突然想到 我跟他約了 有一個人在等你喔 對 我跟他約了 我忘記這件事情 結果他在樓下還在等我 他等了十二個小時 然後我突然就覺得 默然回首 那人就在燈火藍山處 我就突然覺得 這個人他也不是說很閒 然後也不是說 他很忙 對 他很忙 然後他也不是說 會對女生這樣子的 他也不是那種 就是什麼宅男 那他願意把時間 花在這個地方 有點感動我 再來就是 跟我以前認知的交往 談戀愛不一樣 談戀愛就是我開心就好了 可是這個是讓我想到 以後父母老去 然後要子女的責任 是不是有一個人 可以站在我的旁邊 跟我一起當團隊 一起去面對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我覺得 我好像變了 就是我覺得 我是不是可以考慮 跟他在一起這樣 我覺得你們兩個緣分 真的很深 因為一開始你說你覺得他不錯 但是你本來 因為自己的狀況想要放棄 但這個人沒有放棄 他一直來一直來 他沒有放棄 他很誇張 對 我沒有很誇張的男生這樣 當然很可能變成 是個遺憾的故事 但是他竟然沒有 是因為我那時候外公過世 心情很差 然後剛好他也是我政大學長 就說那我們回學校走一走好了 覺得滿浪漫的 結果就半夜就開車 開到那個木柵的山上 結果沒有繞進學校 反而繞進了指南宮 他說這裡可以看夜景 因為這不是十年前的把戲嗎 那指南宮不能隨便去的耶 對 還看什麼夜景 沒有進去裡面 在外面 然後看夜景的時候 他說要不要在一起 我說好啊 就這樣 好聰明喔 我知道這個猜明 對 結果過了四年呢 前幾個情人節 我就很浪漫地問他說 老公啊 你記不記得四年前的今天 二二九我還記得 你跟我去看夜景 發生一點很重要的事情 人生中最難見的問題 對 他說滑手機 什麼看夜景 什麼夜景 夜景 這就是婚姻 哈囉 對 然後我說那天我們在一起 他說對 對 就是他自己都忘記了這樣子 那個時候妳說很晚 妳想要結婚生子 是妳人生的規劃嗎 是我人生規劃 但是我規劃是在三十八歲去動亂 蛤 三十八歲去動亂 對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覺得 要遇到一個妳喜歡的人很難 我覺得現在女生 大家都經濟獨立 就動亂妳以後適合的人 出現在結婚就好啦 可是我沒有想到我三十歲懷孕 然後三十三歲生完兩個 就是也不用動亂了 這就是緣分嘛 這就是 對 而且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一個 all in 像梭哈有沒有 玩那個牌 他就把牌群 這樣給我看 就梭哈 他就把信用卡給我 他說 因為他不在我身邊 他在大陸嘛 所以我要買什麼 都用他的卡刷 我想說 哇靠 這麼好買啊 就給他刷下去 結果我一次也沒刷 因為他給我的新意 我已經收到了 我覺得這就夠了 我不是會那種會去 占男生便宜 我覺得我收到 我知道這件事情就好 但其實女性就是 安全的感覺 他這招真的讓我 他好聰明喔 好聰明 因為他可能已經摸透 我不會刷 畢竟我日本也不去嘛 他才會給我開 你去那張卡有打開嗎 我還沒檢查一下 對 然後 但是從此以後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跟他交心 然後他也是唯一 這輩子唯一一個 有我所有密碼的人 手機銀行所有密碼 包括我所有的過去 我都會讓他知道 我不在乎 所以我跟他是沒有秘密 你們到 就往多久這樣開城布公 所有的秘密都談 一開始就這樣 我就開始講我 這跟妳以前戀愛經驗一樣嗎 不一樣 我從來沒有感到安全到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會跟他講 我有什麼秘密 然後我有什麼成長的創傷 我經歷過什麼事情 所以妳才會得到一個 這麼成熟的我 這麼棒的我 對 好好珍惜這樣的我喔 然後我覺得他 他是我可以信任的 所以我會告訴他 緣分到了 遇到了一個很成熟 很適合妳的另一半 因為他本身 就像一塊石頭一樣 這麼地穩固 EQ很高 而我就像水不斷地變化 所以有時候 我的情緒是高點的時候 是低點 然後他就是要一直承受 我的那個變化 要接招就對了 然後有時候 會故意惹他生氣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 都不會生氣好奇怪喔 我要去試試看他 怎樣會生氣對不對 知道底線比較好 就不要踩彼此的原則 其實就可以很平衡這樣 其實他不跟你吵架 但是妳還是會有覺得很 後悔結婚的時候 什麼時候 我覺得偶爾看到朋友 我不羨慕他們可以談戀愛 不羨慕他們搞曖昧 我也不羨慕他們 每個禮拜去喝酒 因為我覺得我都經歷過了 沒有什麼好羨慕的 但我羨慕的是 他可以不用管別人 因為結婚不行 妳一定要管妳自己 妳的家庭 先生的家庭 妳先生的爸媽跟妳的爸媽 跟妳那些阿里布達的 所有的親戚 它是整個家族 妳要以前結婚前 是以自己為重 可是我假日 就規劃我的行程 我只要有空就是有空 可是現在妳的第一件事 是大局 就是妳要先顧全大局 才是自己 所以這對我來說 我三年內生完兩個小孩 衝擊很大 我就一直在適應 自己是一個媽媽 一個老婆這樣的角色 所以我真的會羨慕別人的話 我會羨慕他 只要管他自己 就這麼的輕鬆 這麼的簡單 因為這麼快生第二個小孩 也不是妳本來計畫之中 兩個都不是我的計畫 提醒大家要記得避孕喔 人生很多意外呢